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苗露 我是这个阿乌阿乌亲子餐厅的创始人之一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手工虾条呢 也是我家宝宝非常喜欢吃的 我觉得外面的虾条呢 一是健康 二是添加了很多防腐剂 然后我就想着给它自己做 其实食材非常简单 新鲜的虾 虾 米蒜 糖 玉米油 淀粉 把虾处理干净 把它的壳剥掉之后 把虾线集的炒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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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把米饭 虾 还有这些腐蚀 都放到料理机里去 放到表花袋里 去把它几层条状放到烤箱里去烤就可以了 翻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制作这道手工虾条的时候呢 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 就是如果你们家的宝宝比较小的话 就是可以按照我上面的方法 我是没有加盐和其他的调味料 只加了糖 如果宝宝就是再稍微大一点点的话 可以适当地加一点点盐和一点点黑胡椒 出来的味道也非常不错 烤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上下火分开 上火在120度左右 下火在80度 然后下火一定要小 不然就是底儿熟了 上面还没有熟 然后出来的虾条一定要晾凉 晾凉了之后 我们密封保存可以至少保存三天 因为没有防腐剂 所以不像外头的东西一样 可以保持很长时间 所以建议大家 在三天之内把它使用掉就可以了 我们也会知道 我们是在白咖凉 我们的木材 我们是在白咖凉 我们是在白咖凉 在白咖凉 里面的环境 在白咖凉 里面的环境 中文字幕 吉他 是 在白咖凉 感谢观看